三星机皇全部都出炉了 国外网友就搞哭走 拿三星Note 3还有苹果iPhone 5S来做衰例实测 结果发现不管是正面着地还是背面着地 Note 3都毫发无伤 偏偏这个iPhone 5S就比较脆弱了 马上摔出了一道裂痕 不过Note 3的成本价也在网络上曝光了 成本竟然不到6800 跟市价可是差了整整三倍 大猪老机皇Note 3 重重睡在平地上 想不到皮壳材质好法无声 网友搞Coso让Note 3和iPhone 5S来场PK阵 背面直接落地金属外壳的iPhone 5S 情况可就不太妙 镜头拉近可以看出有不少刮痕 但好戏还在后头 Note 3萤幕直接摔到地上 奇迹发生 虾米竟然完好无缺 让网友直呼太惊人 反观iPhone 5S可就惨兮兮 荧幕碎片飞出沿着右上角列出好几条刮痕 虽然划起来照样很灵敏 但还是Note 3略胜一筹 只是Note 3成本价在网络上曝光 摔下来实际成本竟然只要台币6800 32G在台湾要价2万3千9 整整差了三倍多 只能说Note 3有皮革防身 耐帅力惊人 但要价不肥 恐怕还是无法让民众心服口服 东山财经新闻总和报导